不过如果真的真的冲突了 我觉得最后一件事情 也很重要 也很宝贵 就是我跟翠芬 我们都这样 我们做了一个选择 如果没有冲突 我们最后总要手牵手 一起祷告 其实我觉得 虽然可能中间隔了一个礼拜 我学习在这个冲突的里面 每一次我们一定要讲 手牵手在一起祷告 那其实你刚开始祷告的时候 可能有些时候 里面还有一点点情绪 可是你来到上帝人面前的时候 其实帮助我们 不会再生气下去 而且帮助我们 我们两个人把焦点都转向神 那当我们两个人 都把焦点转向神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人 已经不是站在对立 我们已经有一个共同的焦点 那么这就会让我们两个人 更容易走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帮助的事情